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方在气息方面 在这个兔音方面 以及高音等等 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一些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呢 我想系统的介绍一下小号的吹奏方法 希望我这个介绍呢 对你的演奏能有所帮助 小号属于高音通弯乐器 也就是说在所有的通弯乐器里 小号的发音是最高的 小号的音是最高的 所以用高音捕捕捕 小号的声音清澈 嘹亮 胸壮激昂 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 无论是在管乐器 还是在管转乐器里 小号的作用都显得十分的重要 小号的种类很多 有降低调 小号 有降低调 小号 低调 降异调 还有高八度的小号等等 那么常用呢 就是降异调小号和C调小号 一般来说 管乐队都用降异调小号演奏 而管转乐队 也就是交响乐团 用这个C调小号相对多一些 不过对于这个初学者来说 最好是用降异调小号开始练习 小号的形状有两种 一种是 货塞式小号 就是现在我拿的这一种 上面有三个货塞 一种是 旋转式小号 也就是那种扁键的小号 这么吹的 它这个货子有的像这个圆号和刺中音 目前我们博家用这种旋转式小号很少很少 这种乐器的声音要宽一些 要柔和一些 相对来说 货塞式小号的声音要亮一些 小号属于纯正气鸣乐器 所谓纯正气鸣就是以气作为动力 以嘴唇的振动 发音作为声源 这一点呢 通管乐器都是一致的 和木管不一样 木管乐器 比如说黑管 欧波 巴松等等 这些乐器的发音呢 主要是靠黄片和哨管和哨子 那么通管乐器呢 主要靠嘴唇的振动 所以这就是小号的发音的原理 下面讲一下小号的音域 小号的正常音域 低音应该在高音普号的下加三线的声发 我吹一下 高音呢 应该在上加两线的度或者是软 当然了 在这个高音以上 还有将近半个八度 那么同样低音声发一下 也有将近半个八度的音 不过这种音呢 都属于超吹 一般的谱子里边很少见 对于初学者来说 应该从中英开始练习 下面再讲一下小号的最佳音域 刚才讲的是它的正常音域 最佳音域也就是常用的音域 常用的音域应该在下加一线的低音的度 在这个位置 高音到上加一线的拉 从低音都到高音拉 是小号的常用的音域 下面讲一下短号 短号和小号同属于一个家族 它的研究方法 包括它的指法 调号 和小号都是一样的 不同之处呢 只是短号的声音呢 更多的侧重于柔和抒情 所以这个短号在选择这个教材方面呢 和小号用同样的教材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上次发了 阅调号和小号 不最后的一段时间 在柔和抒情下 就是短号的声音